这周我们来回答几个典型的问题 首先有同学问到 新冠疫苗会不会导致白血病 先说结论 不会 再具体的说 成年人的任何癌症 从致病因素的出现到最终致死 都要经历十年以上的时间 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几十年 仅凭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今天全球所谓的 接种了新冠疫苗之后不久 就患上了白血病的病例 没有一例是新冠疫苗导致的 因为从新冠疫苗出现到今天 最多才三年的时间 离这个十年的基础门槛还太远了 在这十年里 细胞都经历了什么 才会最终发展成白血病呢 主要就是DNA的变异不断的积累 最开始可能是调控分裂 和停止分裂的部分不那么有效了 然后是繁殖速度加快 再然后是拥有 让细胞碰触了组织和器官的边界 却依然不停止分裂的能力 最后是拥有了可以穿透膜和B的能力 再之后 癌细胞就可以穿透血管 转移到全身各处了 今天比较可靠的数据也有 比如说广岛跟长崎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 当地在十年之后的白血病发病率猛增 由于病例的数量众多 所以可以说是目前关于白血病的病因出现 到死亡这段间隔时间最有说服力的统计 而广岛跟长崎两地 从原子弹爆炸到急性白血病病例猛增 间隔时间是9.4年到12.5年之间 此外除了核辐射导致的白血病 还有一些病毒也会导致白血病 比如说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 它的潜伏期是20年到40年 而新闻里各种白血病 大都是接种疫苗之后半个月 甚至一周就诊断出白血病了 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够细胞变成癌细胞的 可以这么说 他们假如根本就没有接种过疫苗 只是每天按时的喝一点神仙水 也会在半个月后诊断出白血病的 这次跟白血病相关的谣言爆发 还有一个导火索我也见到了 是一个到处讲课的培训师一类的人物 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自己了解了灭活疫苗的生产过程 他说如果把整个过程讲出来 肯定会有很多人都睡不好的 说把灭活疫苗打到儿童体内 只有那些免疫力好的小孩才能幸免于难 所以大家会在不久之后看到儿童白血病的爆发 其实了解灭活疫苗生产过程的人 看到他这些危言耸听的话 也能大概猜出是哪个环节把他给吓到了 其实就是灭活疫苗需要快速的 大量的繁殖细胞的那个过程 这里呢我就要补充一点灭活疫苗的生产过程了 既然是灭活也就是说首先要有大量的活病毒 然后把他们杀死 用这些病毒碎片制成疫苗打入人体 而病毒怎么才能大量繁殖呢 只有寄生在活细胞内部才可以 病毒是无法在细胞外自己繁殖的 于是呢就需要有大量的活细胞 比如说科兴疫苗用的就是一种叫做Vero细胞 如果你留意疫苗包装盒就会发现 科兴疫苗名字最后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Vero细胞 这是一种最初来自非洲绿猴肾脏上皮细胞的细胞 经过改造之后 现在的特点就是可以快速的持续的分裂 并且在被病毒感染之后 不会分泌干扰素来抑制病毒的繁殖 因此用在病毒大量繁殖复制上 这个过程非常合适 这位培训师应该就是对这种 可以无限快速繁殖的Vero细胞产生了无限恐惧 你想啊这种东西注射进儿童体内 那不就是白血病的来源了吗 其实这并不是疫苗生产的全过程 后续环节是这样的 有了大量病毒之后 再加入灭活剂杀死细胞和病毒 这时候培养容器中就是一锅大杂烩了 还需要进行纯化 也就是把病毒碎片提起出来 再按剂量配比好 加入左剂再灌装再包装 也就是注射进人体的疫苗 并不包含任何Vero细胞 我们退一步说 即便包含了Vero细胞 也不会引起白血病的 因为对人体来说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物质 就像蚊子叮咬我们的时候 蚊子会把抗凝血蛋白 跟其他实际种蛋白质 都注入我们的血管内 但这个过程也不会导致我们患白血病一样 由于这些东西不是人体自身细胞的组成部分 所以马上会被免疫系统识别为外来入侵 然后被免疫系统清除掉 人体这种清除纯粹的外来入侵物的效率有多高呢 如果您的岁数比较大 应该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 出现过一个说法叫做打鸡血 今天打鸡血这个词依然在使用 说的是一个人精神异常亢奋的状态 而当年打鸡血呢 真的是把小公鸡的血抽出来 再注射到人的静脉里 而且在当年打鸡血是极为盛行的 因为全民都相信这样做可以治病强身 虽然具体的统计数据缺乏 但当年大街小巷抱着一只小公鸡 排队抽血的景象是非常壮观的 跟今天排队是很类似的 但这样胡乱折腾 并没有导致普遍性的大规模的死亡 或者白血病 直到有那么几例严重过敏 导致的突然死亡事件发生了之后 打鸡血的行为才被逐渐叫停 Viral细胞进入人体的效果跟鸡血是类似的 都是一种生物的细胞 人体会马上把它清除掉的 当然我这里要补充说一下啊 胡乱的往血管里打鸡血 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的 肯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人难受严重过敏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说 这么做不会导致白血病 咱们再推一步说 比如说啊 如果把一个白血病病人的血液 注射到另外一个健康人的体内 那这个健康人会不会感染白血病呢 答案是一样不会 那样做的结果跟人体清除鸡血是一样的 因为对这个健康人来说 别人的体细胞也同样属于外来物 免疫系统会把它一视同仁的清除掉 只有自身细胞癌变之后才能逃过免疫系统 所以即便有人说 你不能排除疫苗生产环节监督不完善啊 我们仍然不能相信制造的质量啊 就算是有挂一漏万的外头细胞残渣混入了 我们即便假设啊 这样的事真的存在 当然实际上是不会有的 也依然不会导致白血病 其实灭活疫苗是一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成熟的东西 在安全性上很难再有重大的纰漏了 我们对疫苗的关注点应该从安全性过渡到有效性上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身体健康 每年关于疫苗致癌这个说法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最low的表达呢 就是我同学 我邻居 我同事 我朋友接种了疫苗之后得了白血病 得了什么什么病 比较高级的表达呢 就是引用一些水平比较低的在线学术期刊上灌水的低质量研究 再把这些研究内容牵强附会到疫苗会导致白血病这个结论上 此外啊 还有很多自媒体也在这几年里头 专门为了黑辉瑞 为了黑莫德纳 就专门挑选和mRNA类型疫苗有关的新闻 并且用负面方式呈现 比如说这新闻标题就是这样的 韩国县多起疑似接种疫苗后患白血病案例 你要仔细看这内容呢 它只是转述韩国的报道 说有些人接种了疫苗之后不久就患上了白血病 当地正在展开调查 你仔细读 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说疫苗会导致白血病 哪怕连暗示都没有 但是它这样的呈现方式 对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理解来说 已经可以达到了让人误以为mRNA疫苗不好 和白血病密切相关这样的效果了 而这样的内容持续两三年的大规模的播放输出 就给相当多的人心中种下了担忧的种子 于是当他们真的面对自己和自己家人 要不要接种疫苗的时候 那是根本不会考虑到什么 灭活疫苗跟mRNA疫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因素了 他们只是简单的 在情感上应克了疫苗跟白血病有点关系 这个错误的结论 于是就不答了 此外还有同学问 为什么打疫苗有打一针的 有打两针的 有打三针的呢 这疫苗具体需要打几针 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 就是在尽量尽量小的情况下 让防御力达到一定高的数值 比如说预防率要达到50% 这就是一个最最基础的门槛 也就是说如果有疫苗的话 那就会比没有疫苗的时候少感染一半的人 在这个目标下 有的疫苗需要打两针 有的打了两针保护力还不够呢 就需要打三针 一般情况下 疫苗都是需要打两针的 原因是 人体第一次跟病毒特征接触之后 虽然已经生成了一些特异性的防护 也就是记住了病毒的特征 但往往反应速度还不够快 这时候的效果只能做到 今后再遇到这种病毒 感染呢 还是会被感染的 但致死率大幅下降 或者症状很轻微 但只要是接种了两次 也就是第二次跟病毒特征接触之后 今后免疫系统的反应速度就特别快了 今后就能做到连感染都不感染 一丁点病毒出现在体内的时候 马上就会被清除 他们没有繁殖的机会 当疫苗有效率降低 或者说病毒发生了些许变异之后 再打加强针也能巩固效果 所以才会有三针和三针以上的情况 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疫苗是只打一针的 比如说卡戒苗 它预防的不是病毒 而是结合菌 所以疫苗成分是浓度很低的结合菌素 这种物质引发的免疫反应特别剧烈 红肿严重 水泡很大 甚至还有皮肤的坏死 于是在第一针接种 就能有一个尚可的预防效果的基础上 就考虑不打第二针了 你可以看看 即便只接种了一针 自己左臂上侧 即便打过了几十年之后 还会有一个明显的疤痕 这就是卡戒苗只打一针的原因 另外 还有比如说 腺病毒载体疫苗 它是利用一种对人无害的病毒 把新冠病毒特征带到人体内 第一次注射之后 人体免疫系统 也会把那种无害的病毒载体给记住 于是当你注射第二针的时候 新冠病毒的特征 还没来得及展现给人体免疫系统的时候 免疫系统就把那个本身是无害的病毒载体 也马上消灭了 所以这种疫苗 即便是打了第二针 也跟没打效果差不多 所以也就打一针就够了 好 这就是本周的问答